娱乐圈同样充满的正能量啊 见证奇迹的刘谦呢 也发起了微笑计划 向元首呢 生向自闭症 智障等特殊的儿童群体 而青年钢琴家宋思恒呢 也加入他的爱心活动 好 仔细看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见证过刘谦这么多次奇迹 这回想必是最温暖的一次 下午两点刘谦先来到教室 孩子们注意啦 刘老师要上课咯 刘谦变魔术的舞台 那可是一个比一个大 但是在这小小的教室当中 台下的小伙伴们 也都看得是津津有活 好 他表演的是变色的手帕 不是 不是 你要先 好 抓一点 原色抓一点 这样 这样露出来 孩子们一遍遍地学 一遍遍地教 这么耐心的刘老师 我们为你点赞 好 放开这一边 嘿 掌声鼓励一下 因为其实我周围有不少的朋友 还有不少的小朋友 他们其实 都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 那他们有时候呢 需要更多的关照照顾 还有更多的资源 刘谦基金的微笑计划 除了魔术辅教 第二项就是关爱牙齿 刘谦走到哪儿都是万人迷啊 来到临时的枕牙教室 刘老师一秒变身了刘爸爸 细心体贴 无为不至 进入晚宴之前 有一位特别的嘉宾 不得不介绍 他就是钢琴神童刘明康 当时他们跟我说 有见一个孩子 他会弹钢琴 哇 我觉得好震惊 而且他好像是在六个月之内 学会了一首钢琴曲 你有听过他弹琴吗 钢琴神童 这样一位钢琴神童 其实从小就患有 读写障碍和自闭症 但是这却不影响 他的身体里面的音乐才华 完宴开始 宋思恒和刘明康 四首联谈惊艳全场 这也是刘谦基金的第三项内容 音乐附加计划 完宴上主人刘谦 也尽职尽责 完成了两个魔术的表演 直到临近结束 我们才得知 原来他整天都忍受着胃疼的折磨 对 今天胃非常不舒服 感觉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胃炎 胃再痛十倍 今天还是得 主要是把事情撑完 对 在这个全民娱乐的时代 不管有再多八卦吸金 再多绯闻抢头条 传递正能量的道路上 我们都要撑下去啊 不论是作为艺术家 还是作为有能力捐款的 更多的朋友们 我们其实都可以 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你会觉得一个人 好像力量很渺小 但是当我们所有的人 力量都集结起来的时候 那是可以造成很大的力量的 新闻再线上海采访不到